电影《明天过后》男主角前往南极专彩冰心 作为研究气候资料的片段 相信有看过电影的人印象都会非常深刻 大爱新闻团队此行前往格林兰 也采访到了全球顶尖研究冰雪与气候的学者 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达杰森 他的研究过程就像是真实的电影情节 他的研究团队花了五年的时间 在格林兰钻探出长2.5公里的冰心 也是全球最长的冰心之一 事实上封存在冰心内的气候资料 可以让时光倒流十几万年 让科学家研究当时的气候环境 科学家借由冰心所解读出来的丰富资料 是目前古气候研究最棒的素材 这项研究对于格林兰 对于探索我们生活地球 以及气候来说都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手里捧着长长的冰心 露出大大的笑容 这是哥本哈根大学 冰与气候研究中心的教授达杰森 率领十四国的科学团队 花了整整五年 从格林兰冰原西北部 钻探出这段冰心 不但确认了冰原深度 也创下了多笔科学新记录 2009年是世界上纪录的 因为我们只有1季判断 以一季判断了1758米 这季判断了我们 以这季判断了700米 判断了这季判断了 这季判断上的北极熊 也是科学家的杰作 只是投入庞大的精神 人力 经费 只为了这段冰心 达杰森究竟想招什么 最好是 看到了 结果是 十几万年来的气候资料全都保存在冰层中 达杰森的研究将告诉我们 在12万年前地球曾经有一段非常温暖的时候 全球海平面上升了五公尺 当时格林兰的冰原是否也完全消融 这样的资讯可以让人类进一步认识气候系统 协助预测未来海平面上升的速度 以及最后可能到达的高度 这个冰心不但蕴藏着地球的过去与未来 或许也装着生命的解答 身为人母的达杰森 得同时兼顾家庭和工作 不过每年有四个月 他一定待在格林兰广阔的冰原上 二十年从未间断 说起研究 他仍然像个孩子充满兴奋 我们在这一年十分之后 我们在这一年十分之后 这是二十七日的冰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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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